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看世界 那么这一集节目呢 我想蹭一蹭国内新闻的热度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表书看世界 同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一旦有新的节目会及时通知到您 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聊 就是国内最新宣布的三个孩子的政策 也就是说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计划生育是只能生一个 如果超生了就会被罚款 公职人员可能还会失去这个工作 因为我母亲过去在80年代吧 曾经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兼职的 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积极分子 这个要经常做年轻人的工作 比如说适临青年要说服他们要晚婚晚育 如果结婚呢要遵守这个政策 只能生一个孩子 要做好这个叫什么 计划收益的这个方面的工作嘛 所以我妈过去也是个积极分子 那么昨天呢看到了这个新闻 一下子就有点联想 来做一集这个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 中国生孩子和美国生孩子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么首先呢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在2015年的时候 国内可能是因为这个老龄问题 这个人口老龄化宣布了这个可以有第二个孩子的这个政策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生第二个 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 因为呢 在我身边的国内的年轻人 这些一些年轻朋友 他们都觉得压力非常的大 一个 他们都要请这个爷爷奶奶啊 姥姥姥爷带着啊 都不愿意 不太愿意自己带孩子啊 实际上的确是很辛苦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两口子平时都要工作啊 特别是在大城市 这些白领们小白领们 他们都是要工作的啊 混的好一点呢 工资可能高一些 如果混的不太咋地的呢 可能生活的压力会更大啊 那么在上海北京的生活的朋友呢 如果是外地去的啊 那他们还面临着就是说 这个这个啊 买房子的问题啊 这个这个 你没房子也没人嫁给你啊 是吧 对吧 然后呢 孩子稍微大一点了 要想办法要进好的幼儿园 对不对 再大点要想一下 究竟是进哪个学校啊 所以这一连串的问题 的确是让人头疼 我记得在我那个年代啊 因为我是60后啊 大家可能就能够猜到我的年龄 那个年代 说实在的 你想生几个没人管 是吧 生三个四个五个都没人管 其实我记得我的同学当中 有兄弟姐妹的非常多啊 有的好几个 有三个四个都有啊 当然了 这个邓小平上台之后呢 实行计划生命以后呢 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孤单啊 只是一个人 那么当然这个两口子呢 也很累 对吧 这个上有老 下有小 照过一个 然后呢 还有照过 这个 这个 四个老年人 而且呢 就是说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 特别的大城市啊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 而且呢 也是非常的实际的问题 对吧 那么如果说国内现在宣布 这个三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究竟会有多少人响应 大家也可以猜得到啊 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昨天我又学了几个新词 一个叫什么 叫躺平吧 还有叫内卷啊 我还在说 究竟这俩事是啥意思啊 如果谈到内卷和躺平的话 那现在的年轻人 你叫他生孩子 生一个都够呛 不要说生两个三个了 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政策 实际上就等于没政策一样啊 因为真正能够养得起三个孩子的 对吧 你得有点实力 有点经济实力 特别是在那城市 那么农村咱不讲了 农村 因为有的地方 边缘的一些地方 的确是需要劳力 他还是指望着生男孩 如果都是女孩的话 他还真的可能会生第三个 那么过去 我记得在这个村晚的 好多年前有个节目 叫超声游击队 那也挺逗的 我忘了是谁说的相声 就是说 一个之后又生了两个 然后又生了几个 然后就是到处跑 对吧 因为政府要罚款 所以害得他们就到处跑 所以叫做超声游击队 那么在美国呢 其实生孩子 真正生孩子特别多的 可能就是属于一些少数族裔 因为在美国你生了孩子多 你能够拿到政府的福利 特别是小孩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补贴是很多的 那么如果你是这种低收入家庭 你让小孩上学之后 对吧 他们的午餐都是免费的 就是说美国的确对于穷人 和这些低收入阶层 的确是有不少的福利政策 那当然了 有的时候 这个生孩子多 不见得是件好事 在美国 那么在美国的中西部 特别像我们这个地方 有一些是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 他们不避孕 特别像天主教徒 是吧 我们这周边的一些美国人 家里两个三个的孩子也挺多的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对吧 他也岁数也不大 但是呢 他就是有几个孩子 有五个孩子 而且一个人上班 因为老婆在家里 原来是小学老师 后来不当老师了 就是为了照顾孩子 那你想想我这这五个孩子 我说这这这怎么养啊 我这我说我自己养俩 我都累得够呛 传播气来了 所以我还跟老婆讲 就是说 哎 你得像像这个他学习啊 你看人家一个人看五个孩子 都不抱怨的 而且我孩子都挺不错的 那么 那么当然了 这个就是因为人家是天主教徒 后来我就问啊 我打听了一下 他说天主教徒是不避孕的 所以很多天主教徒 都有好几个孩子 当然了 你看像我们在美美国 对吧 我们每年报税的时候 像我们的孩子 每年他可以有一千美金的 这个所谓的tax credit 就可以免税的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的小孩子 小的时候 哇 刚才买那个尿片一盒一盒的 挺贵的 然后那个小孩的奶粉都不便宜 那么 想想两个小孩当时 因为岁数相差不大嘛 两个孩子同时都要买尿布 买那个尿布湿 每年的确是花费挺多的啊 所以 虽然拿不到太多的福利吧 但是 但是呢 政府也给这个每年一千美金的这个 减免税 那么像这个疫情期间 对吧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 美国人的家庭 大多数都能够拿到这个政府的支票啊 已经拿了第三轮了 那么孩子都是必定要考虑到的啊 所以大人不光是大人拿 而且还有小孩拿啊 都拿钱啊 听说在加拿大这个福利是更好啊 像在加拿大啊 虽然加拿大我不是非常的熟悉 但是据说啊 这个生孩子的福利也挺多 你看像在美国 你看我原来是在政府里工作 对吧 如果女性公务员啊 我指的是州政府 不是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的福利 我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但是肯定比州政府的好 对吧 那么你看像 这个女性 对吧 如果她生孩子 她这个产期是挺长的 那么 老婆要产假 那么老公呢 如果是政府公务员的话 她也有这个所谓的产假 我记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放假放了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在家里帮着看孩子 而且呢 不是说这个钱是照付的啊 这个工资是照付给你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 对于这个 这个这个生孩子啊 还算是有点这个 好的一点的政策啊 那么国内的产假 一个是私营企业 一个是政府部门 这个究竟政策怎么样 我是不太清楚啊 那么在美国呢 是男女都有这个 这个休息的时候啊 不是说哎 老婆生了孩子 老公 自己上班 也不是啊 那么国内的这个 在过去都像80年代啊 这个人口 对吧 人口这个这个红利嘛 所以为什么劳动力便宜呢 啊 年轻人多 对吧 那个时候外资过来 你要是到东 这个啊 这个这个深圳啊 深圳啊 东莞啊 这一带 你知道那些那些工厂非常的多 年轻人也很多 对吧 那么据说现在 很多人也不愿意干这种体力活了啊 这种 像机器人一样的这种 安装的这种活啊 装配工啊 什么的 所以呢 可能才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躺平和内卷啊 啊 这种问题 我估计在在国内啊 如果你要是问问身边的这个年轻朋友 真正乐于生第二胎的第三胎的恐怕非常非常的少 起码在我身边的朋友啊 年轻朋友啊 几乎是没有的 包括那些比较有钱的啊 你说生第二胎 那首先哎呀 我老婆不同意啊 不是我想生老婆不干 你知道吧 老婆比较娇嫩对吧 不愿意再受苦受累了 是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国内的一些大男人大男人主义 对吧 自己也不怎么管孩子 然后就弄给这个姥姥 这个这个姥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了 是吧 所以一些女性他他也有这种啊 砥柱 那么像我这种人啊 像我这个年龄的 这个朋友啊 对不对 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基本上都大学毕业了 对吧 但我的还小呢 那他们 你看绝大多数我的那个年代的同学啊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同学 几乎个个都是一个孩子啊 都是一个孩子 那个起码是我这个班里的几乎都是一个孩子 好像还没有俩孩子的啊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那个年代 好像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八十年代出了 对吧 对 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这个计划生育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些小孩很可怜啊 他们也没有什么哥哥也没有弟弟也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的啊 觉得很孤单 那么来了美国啊 其实我是很想 我喜欢孩子 我特别喜欢小孩 而且呢 也希望啊 要更多的孩子 但是呢 因为我已经是有两个女儿啊 通常啊 我观察了一下啊 特别是美国身边的人 如果你前几个孩子都是女儿的话 那么你下一个啊 再生一个很有可能还是女儿啊 如果你就啊 就像我这边啊 老美他们身身边比如说生联系生了三个男孩啊 他还要个女儿 可是一生第四个还是男孩啊 所以这种啊 再生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风险挺大的啊 在美国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女孩啊 要长大成人 要结婚了 嫁人了 对吧 这个这个负担是女方家啊 女方家不是男方家 在南在中国是男方啊 这个家庭要负主要责任 而在美国这个婚礼啊 各方面是由女方这个家庭来负责任啊 所以开玩开玩笑 就是说好像是女方是什么 在国内是招商银行啊 而在美国呢是建设银行 角色完全不一样 完全相反了 好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随 大家啊 随便的闲扯啊 因为这是周末啊 随便闲扯一下这个 这个国内的这个这个 生三个三个孩的这个政策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啊 欢迎订阅表示看世界 咱们下一次再见 咱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